今天中國的國防部火了 火了什麼 原來美國一個海軍技術艦 竟然進到了南海 竟然跟中國他們的船隻 非常非常的靠近 雙方只差了四十一公尺 差點就要撞上了 就是美軍的艦隊做了一個 他說技術性的回轉 不然戰爭搞不好就開始了 抱歉 這是中國國防部發言人 非常生氣 他說在我國國慶前一天 在南勳島竟然發生了一個事件 雙方包含了美方的驅逐艦 叫USS Decatur 德凱特號 跟我方的藍州號驅逐艦 雙方極度進破 而且就在那個南勳島外圍 十二海里之內 而且是我方藍州號多次呼叫之後 對方沒有轉向 所以發生了海上的進破事件 就是我們常講的check and game 雙方對船對船對衝 都不停嗎 對 都不停 所以最後藍州號一直朝向 德凱特號前進之後 要撞 最後是德凱特號讓了 所以解放軍這一次耀武揚威直接講 他說雙方進破這個事件 是在我方的警告驅離之下 美方才被迫離開 而且這件事情嚴重到什麼程度就是 現在中國大陸在美國訪問的五官 全部調回來 而本來美國的國防部長 馬提斯 他也要到中國法會 現在這個也取消了 沒有想到在貿易戰外面 雙方在軍事上面也這麼的緊張 甚至現在傳了一個消息 二零二零年環太平洋軍演 美國現在已經放話了說 二零二零的環太平洋軍演 當時也到時也要邀請台灣參加 你知道他們在哪舉行嗎 他們竟然要選擇在南海 進行環太平洋軍演 抱歉 這幾件事情太不尋常的是 第一個 中共軍方他真的緊急召回 正在美國進行友誼拜訪的海軍司令 直接說立即給我回來 國防部長馬提斯 他原來要拜訪中國 但竟然特別對媒體講 我取消了 不去了 你知道美國的政治記者特別講 以前國防部長或是相關的白宮官員 臨時取消辦法常見 但特別透露給媒體 表示這絕對不是單純的事件 而且不是只有在海上衝突 我不知道美國現在他們的P8A的海神 也放到這邊來了 就沒有想到解放軍 也就是中國的解放軍 跟海神也就是P8A 已經有多次的衝突了 抱歉 這是發生在今年八月 CNN電視台隨著美國最先進的海神 Poseidon P8A的偵察機 從沖繩一路往南海飛 而且這個P8A特別帶CNN記者 繞行中共已經軍事化跟島化的這些交言 更重要的是 這就是P8A拍的 對 寶傑 非常非常的靠近 你拍得太清楚了吧 而且他連上面的車子都拍到了 對 寶傑 因為這是CNN用長鏡頭 靠近拍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用長鏡頭就可以拍到 對 你知道P8A的駕駛坐在前面 後面是戰情室 就是操縱偵察 偵測那個房間 然後CNN記者被容許在那個戰情室裡面 所以他們有聽到解放軍的呼叫 解放軍呼叫說 美國軍機P8A這裡是中國軍隊 我們擁有南沙群島 包含島礁及離境所有水域的主權 請立即離開並遠離我房空域 他最後留一句 以避免誤判 什麼誤判 誤判就是避免我進行警告射擊 結果咧 結果 那當然P8A就走了 因為這一次只是一個偵察的動作 但確實讓大家看到了解放軍跟美軍 在整個南海島礁上面互相打 所以他們的衝突不是只有在海上 在空中也是這個樣子 還有這一次發生衝突是在南勳島附近 然後講到的 南勳島是中國最近 不斷的強化的一個島嶼 它本身就有神秘的故事 抱歉 中共整個在南海強化島礁的 一切的源頭就是因為南勳島 我們先講南勳島現在被拍到的畫面是 他說他已經可以承受輕度武裝攻擊 因為他的碉堡跟他的反海 就是陸對海飛彈還沒有建設完成 可是已經有直升機體積屏 風力發電設施 太陽能發電設施 就是氣象塔 通訊塔 雷達有最基本的防禦能力 這裡有發電場 對 但他的碉堡跟反制武器都還沒有蓋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連島上面已經完全做成一個要塞的樣子 抱歉 你看這整個島全部都是人工化的 他原來只是兩顆礁石 南北各一顆 現在完全把它做成方便防禦跟方便作戰的模樣 他進行大規模的綠化工作 而且我們剛剛講了 整個南沙的造島任務 就是從南勳島開始的 因為曾經發生過一個南勳島血案 在1990年代 也就是28年前 南勳島當年慘到什麼程度 第一個 這是南勳礁喔 那個還不能叫島 當時中國的軍隊是這樣子靠在這個地方 來守衛這個南勳礁 而且最慘是因為他的礁石太小 他第一代的手礁的高腳屋是這樣 寶傑你仔細看 這些人是在船上 他們是站在礁石上面 唯一突出來的就這兩個 所以當時過得很慘 很辛苦 好不容易到了第二代 勉強有比較像屋子的 甚至到第三代有鋼筋水泥的高腳屋 但是在1990年11月7號發生一個至今 沒有辦法解釋的神秘案件 什麼神秘案件 11月7號的時候解放軍發現 我跟南勳島失去了所有聯絡 無線電呼號沒有人理 當時也沒有任何的其他聯絡方式 於是他南海艦隊馬上派船過去查看 到了現場一看傻了 怎麼了 原先當地有駐守的這個守軍 編制12個人 有一個人因為不小心燙傷 他煮湯的時候燙到自己 所以被送醫之後 島上現在只剩11個人 一上礁發現6具屍體 6具全部都失去生命的屍體 倒在那邊 那另外5個人呢 不見了 連屍體都找不到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失蹤人是最高階的軍官 交長張孝中 副交長跟通訊員 所有跟指揮通訊有關的人 通通都不見了 島上剩下的屍體 就是被槍被子彈打死 但是更誇張的 被子彈打死的 保洁更重要的是 現場沒有任何痕跡 現場你查到武器跟彈藥 全部都是中方的標準配備 沒有任何外界美軍 越南甚至周邊菲律賓 任何國家留下來的痕跡 那5個人叛逃嗎 抱歉 到現在找不到答案 他們能夠推斷幾個狀況 第一個 是不是太平島的中華民國首軍 來殺了他們 台灣殺的 對 但他說這個機率太低 是台灣跑到哪一軍島去殺人 抱歉 他說這個機率太低 他說最有可能是 越南的戰鬥蛙兵 因為你看到 現場我們如果說 這像是一個殺人案件的話 現場沒有任何 越南的痕跡 也就是有一組人 偷偷的來到這裡 殺光所有的人之後 沒有留下子彈 沒有留下他們的痕跡 沒有留下任何 連對外通報 都沒有任何的消息 是台灣還是越南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所以從那之後 解放軍痛定思痛 所以他才會在20年之後 開始造沙填海 把整個地方造成島礁 南薰島慘案 就是他真正開始的原因 剛剛講就是 馬吉士財剛剛放過狠話 而且還講說 如果中國還是持續在 南海的佈局 威脅到這個地方的平和的話 中國會自食惡果 抱歉 這一次在香格里拉會議裡面 Mathis特別強化 他說中國把南海持續軍事化 是為了恫嚇跟威脅周邊的各個國家 而且 還有恫嚇威脅 對 他講得非常直接 而且他說 如果你不跟周邊的利害關係國 找到和平共處 和平互利的機會的話 你終將自食惡果 所以我們看到 現在中國跟美國不但是有貿易戰 不但是他在貿易上面 他的鷹派抬頭 軍事上的鷹派也抬頭了 抱歉 我告訴你 我講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聽過美軍最重的話 美軍陸戰隊中將 麥肯錫 在接受記者訪問說 你有沒有能力 轟掉中國的人工島礁 你知道他怎麼講 他怎麼說 他說我們美軍在攻打西太平洋小島上面 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雙方幾乎已經撕破臉說 沒關係 再來 我有的是辦法 可是 現在在南海怎麼突然變得 這麼樣的風雲卻變色呢 抱歉 因為美軍現在堅持的 不再只有FON Freedom of Navigation 他現在堅持的 Freedom of Flight 我必須有航行自由 也有飛越自由 你看這一次整個B52的飛行航線 他特別穿越了南海 一路到達Diego Garcia 來回地穿越南海兩次 好 導播 我們來看這個路線圖 白講說 從關島到Diego Garcia 這是關島的位置 Diego Garcia 你就直接這樣飛過來 可是很有趣的是 當他到了南海的時候 我們來看這一張公布的圖就是 到了南海 他其實有一個轉折就是 從Diego Garcia 飛到這個地方 往北飛 那這個是什麼區域呢 這個就剛好是 整個中國 它的島礁 木製最密集的區域裡面 而這個最密集的區域裡面的中心點 就是我們的太平島 抱歉 所以現在有智庫說 如果接下來整個南海軍事化 不可避免的話 美方在整個南海 唯一有軍盟邦 最大的機場 就是太平島機場 所信太平島 就像沖繩的普天尖一樣 完整租借給美軍 這樣一來 整個南海的對抗局勢 會變得更為激烈 這隻B-52 是經過了這個華陽 赤瓜 永蜀 東門 南薰 蹲遷 折壁 卻從它上面 直直的飛過去了 抱歉 為什麼B-52要這樣做 原因是因為之前轟6K 特別做了一件事情 是竟然它在南海島礁 進行起降演訓 而且此事非同小可的地方 第一個 就是在今年5月18號 不到半個月之前 轟6K在南海的島礁 已經完成了全時抵達 全疆域作戰的效果 欸 抱歉 你知道轟6K 如果能夠在南海起降 它的作戰半徑高達3500公里 也就是整個中南半島 會全部被包進去 更別提連台灣 都有可能一併被牽連到 也就是當這個轟6 它可以在西沙群島的 永興島起降的話 這所有南海都在它的攻擊半徑 所以你是說 今天我可以在西沙群島的 永興島我的轟6起降的話 我整個南海都在我的攻擊半徑 抱歉 不只整個南海 我們特別講轟6K最大作戰半徑 3500公里 如果它特別攜帶巡翼飛彈 它的作戰半徑2500公里 而且一加起來 等於是彈道洲際飛彈的作戰半徑 6000公里 你可以想像是 它往東打 可以威脅關島基地 往南打 連澳大利亞的美軍基地 全都在攻擊範圍之內 所以如果南海島礁 由環島到澳大利亞 對 抱歉 不只 南海島礁這邊可以起降的話 連印度洋都被納入解放軍 攻擊的範圍之內 所以這次美國為什麼絕不肯放棄把你趕出環太平洋演習 就是因為你這次相裝五艦意在配攻 你的轟6K直接陸地作戰 可以到6000公里 而且更要命的是據說美軍直接目擊到 還拍到了 轟6K上面竟然掛彈 而且掛的是非常先進的英級100 什麼是英級100 英級100是從長箭時直接改裝專門對艦的導彈 也就是它射程可以到550公里到650公里 而且如果一旦往下降低飛 可以貼海低空超音速攻擊 換句話說它的目的在未來 如果第七艦隊第三艦隊想要穿越南海的話 英級100會是很重要的反艦武器 所以你說當轟6我可以在永興島起降 而且永興島起降的這個轟6 我可以掛在英級100的時候 我就對南海造成了威脅 這就踩到了美國的紅線 你就可以看到為什麼美國這次會拍B52 這中間有直接的關聯 抱歉4月的時候B52飛進中共的領空之前 據說奇機密情報講 它甚至把彈艙打開來了 彈艙打開這個非同小可 彈艙打開 彈艙打開會增加雷達解面機 但是彈艙打開表示在模擬巡翼飛彈投彈 也就是你巡翼飛彈在彈艙打開之後 直接下降之後就開始長程飛行 這是非常非常威脅性的做法 你有沒有這樣講的 如果我要把一個島移為平地 是 B52的戰略轟炸機就是最好的載體了 抱歉B52又被稱作同溫層堡壘 是美軍當今正在服役的載彈量最高最大戰略轟炸機之一 所以這一次4月的時候進B 5月的時候又再飛一次代表美軍要認真來了 而且他還把他的兄弟們都帶來了 好 董事長這一次整個奈亞的情勢 可能比我們想像來得更緊張 我們之前就看到了 美國不讓中國參加環太平洋的軍演 接下來看到了國務部長放了狠話更不用講 我現在把這個地方已經不是太平洋司令部 而是印太司令部 剛剛講的不是B52來了以外 今天英法聯軍都來了 保傑我們講英法聯軍還不是在開玩笑 英國跟法國竟然都派出他的兩棲指揮艦 跟兩棲登陸艦加上護衛艦 萬里迢迢來到南海巡役 英法國都好來了 保傑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說我們要呼應美國的自由航空 但問題是他來的戰艦等級非常特別 第一個法國來的是 迪克斯梅德號 他是一個專精兩棲登陸跟兩棲作戰的船艦 保傑這雖然是兩棲指揮艦 但他的工作是跟其他戰艦一起聯合作戰 他負責運兵 他是指揮艦 對 他負責運兵 負責指揮 而且這一次法國國防部長 還特別講他說我們把一支海上任務大隊 跟英國的軍艦要在新加坡匯合 一起駛入南海的爭議水域 所以這一次川經會不但是一個 政治上的一個談判 甚至他把相關軍事結盟也順道 全部都帶過來了 保傑 所以英方派來的戰鬥部隊 更令人印象深刻 第一個 皇家海軍 帶來的是兩棲攻擊艦阿爾比翁號 又叫海神之子 他的目的就是在登陸 是當年福克蘭群島作戰之後 英軍痛定失透 我一定要有足夠的兩棲投射能力 更別提他還派出來 Sutherland反潛巡防艦 跟另外一個Ageo阿蓋爾號 他們英法聯軍的目的 就是在整個保傑王 我們特別講 這每一艘船都參加過 環太平洋軍演 但這一次中國無法參加 但英法卻派出他們參演的軍艦 進行南海航行 好 那創下 這次美國拉高一個對決的情勢 派出B-52 甚至還傳出說 他的航空母艦 有可能要經過台灣海峽 都是衝著南海的佈局 而來 剛講到的這南海的佈局 我們現在只看到了 我的艦的島礁 更誇張的是 中國在水下 已經佈滿了眼線 是真的眼線 這個眼線一佈了以後 你什麼樣的船子在經過 什麼樣的船子 你的速度 中國都可以撩弱執照 馬克力士為什麼講話 講得這麼狠呢 是因為他發現說 整個南海這邊 中國為了控制它 用盡所有手段 上權必弱下黃泉 通通把它給封鎖住了 全封鎖了 我們知道說他島礁已經變成是 四個航空母艦戰鬥群的軍力 都已經放上去了 但是美國更欺的是什麼 他下面呢 已經建了一個 全世界找得最快 最新全部用光纖做的海下長城 什麼叫海下長城 海下長城就是 他的那邊呢 牽了一大堆的光纖電纜 而且是上中下分三層 鋪在海床上一層 在中間漂浮在海中央的一層 漂浮 還有漂浮的 潛下面的還有一層 那上面呢 還有反潛機 還有A4拐動機 這種飛機到處的三層 你任何一個潛水艇過來 我就把你給釘死 釘住 把你美國的潛水艇 以後呢 連南海在下面 在海裡面 都不讓你給經過過去 我們今天曾經談過就是 在台灣旁邊 有個龍津計畫 這個龍津計畫就是 由台灣負責來鋪海底電纜 這個海底電纜 可以觀測所有進出的船隻 但是只有一條線 而中國在南海居然是 一層 兩層 三層的佈局 而且保佳他呢 還在下面呢 像是畫棋盤一樣的景田一樣 一格一格的把你全部給切開的 其實呢這個就是保佳他們 先公佈你看 這個就是他們將要去 用了海底的水光纖 水聽器的這個暗機的這個電纜 你看到沒有 每一個光纖都非常的長 當時的時候呢 2015年的時候呢 中國的國家科學院說 他們開始要去選美國和日本 過去做的海上長城 所以他們公佈他們將來要做的 這樣一個那個模型出來 這個就是我鋪在海床上的光纖 然後中間有很多的轉接器 有很多的接收器 就鋪了上去 當時人家講到說 人家當年美國和日本 他們的那個海上長城 其實是兩個國家之力 花了四十年時間才鋪出來的 你中國做得到嗎 沒有想到呢 中國呢是真的不計成本 他第一期計畫 就投了二十億人民幣 一百億的新台幣 然後他做的是什麼 從湛江開始捏到三亞 然後開始永溪一直拉到永暑礁 我先把你橫的切一條光纖 就用花了一百億 全部在下面鋪好了 那鋪好之後 他就這樣才不夠 因為呢你可能呢 有時候有些空洞 可以穿越過去 所以寶吉他們呢 是每十公里 每十公里 在整個南海 就變成一個格狀 然後這格子狀 所以呢 你每個監聽站 你就進來這個 一百平方公里裡面 十公里去 你進到這邊呢 我就負責你監視 然後這裡面呢 就是把你交錯的 所以你就算過了第一關 你過不了第二關 然後呢他們這個東西呢 就是監聽之後 只要你 美國的任何的潛水艇 潛水器往下面一過去 而且他們呢 剛剛為什麼要拉這麼多的線呢 他們通通的連到三亞灣 連到湛江的 南海的司令部裡面去 拿到之後呢 三亞灣裡面 他們不是下面有十一個 很大的洞嗎 然後裡面的潛水艇 都躲在裡面嗎 我抓到之後 立刻的及時通訊 然後呢 趁著這個 你的潛水艇在這邊 我三亞灣過來兩艘 來攔截你 然後來監聽你 低著你 離開我是認為的 南海的航道 那我們這一程一談過就是 美國的NOVA 它收集了全世界的海底CE 也就是盯我上面了以後 你到底是巡洋艦 你是航空母艦 你是驅逐艦 甚至你今天是所謂的潛水艇 我都能夠分辨出來 中國也有能力分辨嗎 中國有承認說 他們現在是沒辦法累積到 這個人家五十年的大數據 所以為什麼呢 派兩艘船 每次你經過 我兩艘潛水艇就過去 潛水艇就要看 然後我就開始做紀錄下來 我一次一次的收集你參數 所以你美國的潛水艇 只要經過 將來你是惡害惡的 是洛杉磯的 還是印入的潛水艇 我馬上對比 馬上對比 馬上去整理 而且它不只去 有這個地下染線而已 導播我們看 現在被找到這個 他們現在也有這種 移動式的浮標 反正這個移動式的浮標 然後中國還不是放在南海這邊 南海這邊呢 是他們自己的地方 他們自己在鋪設 這個是在關島外面 馬里亞海溝那邊 馬上群島那附近 找到的 中國是說 你美國要看我對不對 你關島那邊出現 他就順著馬里亞海溝 還有南太平洋群島裡面 也鋪了兩條線 然後這個呢 就是前面的一個浮標 水下的一個發射器 後面就拉著那個光線 那一拉呢 就是兩千公尺 三千公尺 然後美國竟然撈到說 你沒想到 你跑到這邊 馬里亞海溝在關島外面 都有這種浮標 都有這種浮標 硬生生的就叫做 入版的SOS 監測系統 把你給看得死死的 可是這裡面呢 當然有個問題 這問題就是說 保健你弄這麼多東西 你需要電力 你的人員在南海那邊 你不可能蓋個大電廠 你不可能怎麼辦 他電力解決了 電力 中國也想到了方法了 七年年初的時候呢 俄羅斯不是講說 他們在北海 要做十二個的核子動力船嗎 對 那核子動力船上面呢 每個核子動力船 第一艘呢 這個院士號已經出來了 出來之後 保健教 光它的一個發電量 就是七十百萬瓦 七十百萬瓦 我們記得去年815大跳蛋對不對 大潭那個 加的那個七號機呢 只有二十五萬瓦 二十五百萬瓦 所以光這一台 就是我們大潭 硬加的那個三倍的發電量 二十萬能可以用 那這樣的船呢 中國說我有興趣 後面呢 還跟俄羅斯簽約的是 你中國不是有海上石油981嗎 海上石油981呢 那是一個海上的浮動平臺 然後中國也跟俄羅斯講說 你的這個浮動式的核子潛艇的技術 交給我 他們要裝到 由南京那邊負責 裝到海上石油981 這種平臺去 然後這種平臺 海上石油981 也可以變成一個發電站 他將來總共有二十個 海上的核能發電站 而且海上石油981 這種平臺上面呢 我覺得他上面會把你鋪平 鋪平上面是什麼 你到時候呢 紅旗9 紅旗12 飛彈會直接佈在上面 然後呢 上面會鋪跑道 因為他長度呢 是一百多公尺 所以呢 直九 直八 這個直升機 五重直升機 也可以在上面 也可以在上面 中國就是全部的 把那個人員都弄起來 而且呢 在這時候呢 他們呢 光一個永新島 他們的中心中的中心嘛 所以保潔他們呢 還是弄一個 叫做智能微電網 全部的把你丟下去了 首先呢 他剛剛從湛江那邊呢 拉了一條五百公里的海底電纜 電力直接就從上面送過來了 已經 送到永新島 送到永新島 像這樣他們擔心呢 一個海浪一吹 或是美國悄悄把你給切斷怎麼辦呢 所以他們在上面呢 開始大量的鋪設太陽能電板 或者是振興的技術 太陽光浮電板 然後呢 風力發電 全部都下去 然後用電腦去控制 人工智慧 所以哪邊缺電 我來調整 哪邊缺電我來調整 中國又硬生生的 把整個南海 變成一個人員的軍事重鎮 好 那謝平 除了剛剛講到的 B-52連續三趟經過了關島到迪阿卡斯亞 讓中國非常的火大之外 現在一個說法還沒有做哦 只是傳出來哦 美國的航空母艦群 將經過台灣海峽 沒有想到 這樣一個動作 中國反應非常激烈 現在有一個說法 突然間跑出來 說美國航空母艦 要從海峽中線跑過去 好 那這件事已經清出來 注意 這個大陸的媒體已經說了 環球時報說的 絕對不允許 任何一艘美國軍艦 從海峽中線穿過去 好 這件事情 確實是一個禁忌 好 兩岸對 有美國航空母艦 不能走台灣海峽嗎 兩岸對峙 六十九年 有幾艘航空母艦 從那邊經過 幾艘 只有一次 真的 只有一次 通過一次 通過一次 只有一次 好 就是小英號 小英號那一次 為什麼要通過台灣海峽 有三種講法 第一種講法 說阿扁那時候 要這個推動 入聯公投 那 中共純粹於眾 第二個 是 因為中共要在華東 做個大演習 小英號去看 這件事情倒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小英號走海峽之後 中共的華東演習 宣佈暫停 你知道 暫停 第三件事情就是因為 這個小英號本來要到香港去 後來居然中共叫香港 禁止小英號進去 他生氣了 那小英號來 就沿著海峽中線 靠我們台灣這一邊 就很近 靠台灣這一邊 靠台灣這一邊 就是有反艦飛彈 你派個反艦飛彈來 對付 這時候就發生這件事情 對不起 小英號停到海中了 停住了 停下來 而且做出戰鬥姿態 停在海峽中線 對 停在海峽中線 而且做出戰鬥姿態 什麼叫戰鬥姿態 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我的艦首朝向你 因為我艦首朝向你 然後我帶兩個 你說朝向深圳號嗎 因為那一次喔 小英號本來平常出來 是十二艦齊發的 但那一次 因為他本來到香港去 他把他艦隊留到南海 他帶了兩艘神盾艦 所以他趕快呼 第一件事情呼叫他其他艦隊 趕快跟上 所以他後面艦隊 就全部開始馳援上來了 第二個就是 他的兩艘神盾艦 在這裡擺起來 擺起來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 神盾艦主要是反導彈的 你假如用導彈打我 我就來把它打掉 第二個 如果你從旁邊偷襲我的話 神盾艦要幫我擋住 護衛 因為你打艦首 好 特別難打 好 那邊邊打是特別好 這第一個 我的導彈把你解決戰鬥之大 第二個 我的艦載機起飛了 艦載機起飛 起飛 艦載機起飛 艦載機起飛就是什麼 我空中安全 你不會有空中來炸我 第三件是PC-3起飛了 PC-3我要看你水底有沒有東西 就是PC-3起飛之後 你除了這個導彈艦之外 你有沒有潛水艇也來了 結果下了一大跳 潛水艇也來了 潛水艇就在下面 P-37發掘潛艇在下面 下了一大跳 結果 雙方就在那邊停住 你猜對峙了多久 在台海對峙 對 28小時 對峙了28小時 而且我再給你講一件事情 那次我們台灣國防部 對不起 有點丟臉 台灣國防部 為什麼 因為PC-3把這個下面 有潛艦的資訊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當時有反潛也有出動 沒看到 找不到 沒看到 我們有反潛找不到 對 沒看到 所以那次是稍微有一點沒面子 好 那雙方在這邊對峙了28個小時 然後差一點開火 1990年10月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小英號在黃海 突然間 這不是故意的 雙方都成了偶遇 偶遇到一招核子動力潛水艇 是中國核子動力潛水艇 一 偶遇之後 小英號看到了 小英號看到 小英號這時候發掘到海底下 有通訊信號 這時候啪 它的戰機跟PC-3反潛機 啪呀 全部都起來 小英號他居然做了一個 非常不友善的動作 怎麼樣 他做定位動作 把你逼出來 定位動作就是 我的雷達波打到你的艦艇上 反熱回來 你會感覺到 那我的深水炸彈就下去了 我就把你的位置定位得非常清楚 對 我要怎麼打你 你通通在我的 你跑不了了 你跑不了了 就定位 好 那中國全力立即下力 全面靜音深淺 就靜音完全不聯絡 然後靜音深淺 但是一直把它定位住 跑不掉 跑不掉 他被定了以後跑不掉 他被定了 定了啪一下 定了28個小時 一般28個小時你被定位住 這是非常挑釁的動作 就是你必須承認要扶出來 但老公就咬了牙 我就不扶出來 不像 我再講一下 你知道當年韓國演習的時候 有一艘俄羅斯潛艇也跑來 後來又被發現 被發現以後 也定位 韓國也把它定位 這是美韓聯席的 把它定位 一直定位 三天 最後三天 最後他只好 扶出水面來 真的三天 扶出水面就有點頭香味道 結果 這1994年10月 這個小銀號 把中共的核錢 定位了28小時 再幫他走 所以為了 老公成為 爆那一仇 那一次很丟臉 所以我就跟你講 2006年 我突然間伸起來 就是爆那一隻仇 好 那創下 剛才講的 中國跟美國其實一開始 最大的一個衝突 就在南海 中國在這邊填海造陸 美國認為說 你影響到了我的自由航行權 因為在海洋上 美國是老大 沒有人可以挑戰它的地位 所以就看到了 BBC的報導 就是 美國的飛機 就是刻意地經過它的島礁上空 是 這個就在八月十號的時候 美國的P8A 刻意帶著BBC和CNN 英美的記者 再去南海那邊 看了一次 你說我不帶去 我還帶記者去 告訴你說 我敢堂而皇之地 經過中國所宣稱的領工 而且他這一次 刻意地放低 他只有高度五千公尺 所以就是讓你中國一定看得到 然後他要去從 折壁礁 美濟礁 赤瓜礁 永蜀礁 一個島一個島一個 給你這樣繞過去 所以我從空中一個島礁 都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 那中國也用英文跟你回嗆過去 所以中國現在也是在非常生氣的 你說雙方在這邊 你來我互相對罵 互相對罵 而且就用英文 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個是到了者壁礁 就告訴你說 這裡是者壁礁 立刻給我遠離 保持距離 不然會造成誤會 中國就英文回嗆了一下 那美國就說 我們在行使的 國際法的 合法的自由行行權 我們不會理你 因為你這邊沒有主權 保潔他們是經過一個礁 者壁礁的時候喊一次 赤瓜礁的時候喊一次 永蜀礁的時候喊一次 美濟礁幾乎是喊了六次以上 就是兩方面都是英文 就叫做完全你不讓我 我不讓你互相的一個對象 所以你是說 我每經過一個島礁上面 都會宣稱說 你到了這個島礁的上空 這是中國的領土 你必須要馬上離開 那美國就說 我在合法的行動 而且我會繼續的進行 還不但如此 保潔這邊是 他把這個記者 就叫到他們的 一個觀測室裡面來了 然後就整個美國 就把他拍出來說 你看這個是你們以前 看到的二零一五年的照片 現在我們今天看到一個畫面 你就看到說中國多麼過分 跑道又拉長了 建築物又起來了 而且有五層樓 保潔他們畫面看得非常清楚 五層樓 五層樓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然後你看 我們以為說他在這個島礁上面 蓋個平房就不得了了 他在這種地方居然蓋五層樓 蓋了五層樓 而且他那個美軍 就數給BBC和CNN的記者看 你看五層樓 一二三四五 你看下面有九輛車子 在那邊跑來跑去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幾輛車都算了 算了之後 然後最後幾個島之後 還在那邊做統計 你看他們這邊 已經雖然沒有看到飛機 但是放了八十六架海警船 八十六艘 美軍都把他給一一的 記得非常清楚 所以雙方的一個針鋒相對 美國更不理你 然後最後才講說 其實我們不是今年第一次 我們今年 這叫例行性的 最近就已經去了六次以上 所以美國和中國 在南海這邊 你來我往 但是中國 基本上對美軍 只是叫你滾蛋 但是最後的時候 他們接到一個聲音 菲律賓的飛機 竟然又有飛過去了 菲律賓也來了 所以他們喊的 就不一樣了 這菲律賓的飛機 你立刻跟我遠離 不然的話 後果你自己負責 更強悍 更強悍了 所以你看到這在南海這邊 已經很緊張了 好那另外就看到了 在南海 中國還不滿足 他現在東海 這是南紀島 導播我們看 你現在看到這個東西 非常模糊 這個居然是中國 在這個島上面 設置了一個 米波雷達 據說 這個米波雷達 連F-22都可以抓得到 這一個是在溫州外海 五十英里出的地方 竟然被給人家看到說 這個藍基群島 而且這裡面有五十二個是島礁 其實都不大 竟然也開始填海照路 開始鋪了一個 這樣一個GY-27A 那個米波雷達 什麼叫米波雷達 就是說它的整個頻段 波率是非常小 小於公尺以上 所以它如果用非常 強波率的少過去的時候 在南海這邊 你任何一個飛機 你F-22 他們如果說 我現在用S波段 C波段 X波段 我都抓不到你 那我就用這個另外的波段 希望讓你來現行 而且把它放在浙江這邊 是有很特別的意義 因為他在浙江溫州外 這邊出海 而出海的時候 一出去的時候 六百公里是一個掃描範圍 所以美國在沖繩島上面 一舉一動 沖繩 看得到釣魚台上面 一舉一動看得到 臺灣清泉崗以北 他們通通把你給看了下來 而且還不止如此 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這個南基島 原來跟南海一樣 他在一九九年的時候 列為世界的文化遺產 然後他有五十二個島礁 結果中國呢 從九千兩年開始 變成軍事設施 變成軍事設施 除了你看到這個 整個這個雷達之外 還有呢 十輛的一個武裝直升機 可以停在這邊的跑道 中國也開始填海造陸 所以中國告訴你說 南海搞完了 現在東海 我也要開始來填島造陸了 我們現在看到中國大陸 我們最近放出了一個視頻 你要知道什麼叫殺氣 什麼叫宣菜 我們來看看中國怎麼說 菲律賓單方面提起的南海 仲裁案結果即將出爐 將對自古以來 屬於中國的南海 諸島以及海岸線等問題 做出材質 目前 美國里根號航母等七艘美軍艦船 在南海集結完畢 韓國剛剛宣布 部署薩德反導系統 日本也在不斷挑釁 東海防空識別區 毫無疑問 這是今年中國 一場最大的外交應障 關係到中國 在南海的基本權益 關係到國家主權 和領土的完整 中國 已沒有退路 我們看剛剛的影片是 南海仲裁中國必須亮艦 他真的要把艦亮出來嗎 這一次 我們看這一次 海牙所提出來的這個仲裁報告 中國完全無法接受 欸 寶傑你看 這是湖南省遙江縣的人民武裝部 發了一個函 還有人民武裝部 對 他發給某一個局 他說 欸 我們先講 你知道湖南省遙江縣離海多遠嗎 多遠 恐怕上千公里有 但在這邊的某一個官方單位 收到一通喊 他說 欸 你們原來部門有一個職員 叫海軍某部士兵 根據國防法有關規定和軍隊通知 該同志現在奉命返回部隊 執行任務 時間就是現在這段時間 從7月10號到7月22號 依法履行國防義務 是國家法律賦予的神聖職責 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阻撓 請貴公司配合 你說中國大陸現在已經在動員狀態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我發給你公文 你這邊是一個專業的海軍士兵 國家要徵召他 你絕不能阻攔他 回到我的武裝部隊報到 我們知道在進入了戰爭狀態之前 要下一個動作就是動員 沒有想到他們的人員真的已經在動了嗎 這個動只是嚇唬大家還是完整的呢 所以我們看到了北京都說 現在要求各單位進入了一個暫時狀態 欸 寶傑這個單位可不是一個等閒的單工位 他是天子腳下突發事件應急委員會 也就是天子腳下的都城有任何的緊急事件 他必須要把整個命令傳達下去 你看他特別講的是什麼事情 他沒有講原因 但他跟大家講說現在 就7月12號8點到17號的24點 也就是海牙仲裁發布的這段時間 他說所有的人給我到戰備崗位 要加強職守應急工作 而且所有的職守單位都要進入暫時狀態 而且是全天候的職守 欸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看到沒有 他說你們不但值班 你要加強情報信息的收集 還有網上報告 也就是如果有任何的突發事件 不管是示威暴動 或是各種各樣的軍事行為 你要馬上展開處置 所以你的視頻會議系統 24小時要online 800兆後的電台 他應急移動指揮車 你確定要隨時能夠出動 不過學你剛剛講的 這樣的一個動員令的下達 今天這一個緊急命令的下達 那只是下大家 只是一個法令啊 真的已經這樣子劍拔弄張包 寶傑我們剛剛講那個召回令 他裡面已經講清楚了 根據中共的國防動員法裡面 逢戰必招 只要有戰爭 我一定要召回那些退休的 相關的士兵或者是高階軍官 而且中國大陸的外交部 馬上他其實準備好 他馬上已經針對南海眾談案已經聲明了 他直接講 裁決無效 沒有拘束力 中國不接受也不承認 完全不承認這個結果 完全不承認 那你不承認又如何呢 但是寶傑 不承認之下 這一次南海的裁決案 海牙法庭下得太大的重手了 寶傑你說不接受又如何 我告訴你 現在中國網路上民情激憤 很多人已經講說 我要投筆從容 這麼激憤嗎 你多少年沒聽過這件事情了 甚至有軍事專家已經講了 美方跟非方不要小看我方的突攻能力 殷疾十二之前才試射給你看 我的空對艦發射的能力了之後 他告訴你 我隨時可以拿掉你一台航空母艦 讓你沉在海底 而且剛剛講到了中國現在 大家就很好奇是 一直是說說而異 一直是虛裝生死 還是你玩真的 剛剛講到現在中國的群情激憤 這個群情激憤是習近平壓得了嗎 他如果壓不了 現在中國會採取什麼樣激進的手段 更何況是他的三大艦隊已經齊聚難害 是的 寶傑根據博文攝影書的消息 他說習近平已經下令 進入一級戰備狀態 現在中國大陸會怎麼樣來對付 變成下一階段的重點了 是 寶傑因為這一次的重彩裡面 其實還明講了 中國連阻撓仁愛礁這艘軍艦的運捕 跟圍困他都違法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那接下來如果中方要繼續圍堵呢 或是中方要強勢排除這一艘戰車蹲陸艦呢 他很有可能就造成了接下來的問題 甚至 寶傑根據網路上的消息喔 非方的外交單位已經要求所有在中的僑民 不得公開評論這件事情 不得引起爭端 不得輕易告知大家 你是來自於菲律賓的 是 若有事件 請躲入菲律賓大使館 這麼嚴重 也就是他已經下了幾進撤僑的保護僑民的命令了 好 那謝平 剛剛講到的 今天海牙國際法庭做出了這個南海的仲裁 中國說 南海仲裁 中國必須亮劍 剛剛講 中國現在已經把姿勢做到最高了 那這個仲裁內容到底打了中國哪一巴掌 到底讓中國感到多麼羞辱 還有 到底把中國過去的努力如何付出東流 讓中國完全無法接受 我跟你講 這一次大事 大大事 大大大事要發生了 因為這一次不只在國際法的判決上面 中共一敗塗地 而且你藉由這個判決 你羞辱了中共 你給他左邊一個耳光 右邊一個耳光 左邊一個耳光 右邊一個耳光 有這麼嚴重嗎 當然 我簡單講他的判決書 羞辱了中共幾個事情 怎麼就是說 第一個 你說沒有九段線 所有的島都是礁 不是島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 完全沒有管轄權 對不對 連太平島都不是島 如果太平島這麼大的島都不是島的話 那其他就不用戰樂 好 那就把這些問題先解決了嘛 你講這些事 中共已經一敗塗地了 他偏偏要說 你過去阻止菲律賓的漁民在那邊捕魚 在那邊開採石油 你的行為非法 你的漁民在這個地方捕魚 你的漁民行為非法 所以以後中國的漁民不可以在那邊捕魚 對 因為來菲律賓要在這邊採油捕魚 中國不能阻止 對 等於是逆錢的行為 都是非法 打野狼 更慘的是 中國跟菲律賓在南海最大的爭議是哪一個島 黃岩島 最大的爭議是黃岩島 這黃岩島如果搭據 我講不完這個歷史了 黃岩島曾經殺死過一個大陸的漁船的漁長 但是呢 他們雙方這邊開槍過 走火過 漁船對視過 然後雙方的這個艦艇也追逐過 是這邊糾紛最多的一個 你不知道判決書怎麼寫 判決書怎麼寫 說你對貝利賓過去船隻的攔截 都是非法行為 等於把這個事情做了一個完 而且 把你定掉了 最響的一個巴掌 就居然說你中國大陸 最近在這七個島之上做人工島礁 你對這附近的珊瑚礁造成了永久 而且無法恢復的傷害 開玩笑習近平上來以後 他最大的能力花的最多錢 就是把紫碧礁 南薰礁 永暑礁 東門 美濟 赤瓜 那華洋礁變成一個定海神針 把我的經濟海域嚓弄到 我的漁民不能捕魚了 現在你居然說我還是破壞海洋生態的殺手 居然說我全部都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沒關係 現在居然說很多是菲律賓的 好的 創下 剛剛講到的 中國大陸這些年來 花最多功夫的就是去經濟南海 因為南海不太有非常豐富的資源 南海也是中國最重要的生命線 可是沒想到 過去中國在這個地方所做的所有的努力 就會被一筆的勾銷 現在中國已經講了 南海仲裁中國亮劍 現在不但中國亮劍 美國也亮劍 現在中國假如他們必須亮劍 一點也不能少 但是呢 美國呢 也是一步也不能退 日本產經新聞就報導說 去年十月的時候 當習近平跟歐巴馬吃晚餐的時候 在白宮吃晚餐 其實歐巴馬苦苦婆婆心 跟習近平一直勸 南海你就停下來吧 南海你就停下來吧 結果習近平根本不理歐巴馬 所以歐巴馬呢 完畢之後打了電話給太平洋司令部 允許你在南海開戰 而且真的 美國已經做了開戰的準備了 保健你到時候 今年一月的時候呢 美國不是把那個菲律賓五個基地拿下來嗎 其實後面才知道 卡特 美國國防部 到那邊的時候 留下兩百個人 就是美國的飛行員 常駐巴拉萬島 兩百個美軍飛行員 他不是說到時候在緊急的來支援 兩百個就已經在巴拉旺了 就在巴拉旺島 隨時等著 那等著做什麼呢 A10攻擊機 A10攻擊機就是咆哮者 雷霆機對不對 就是空對地最大火力展示機 最大火力 它上面配的復仇者的那個機炮呢 一分鐘四千兩百發 一分鐘四千兩百發 隨時的 所以當你中國呢 真的要去處理人外交的時候 美國不是在等著 從太平洋那邊 從關島那邊過來 法拉旺 兩百個美軍的飛行員 已經在這邊了 Stand by了 Stand by了 A10攻擊機就會直接的飛起來 然後就直接的攻擊 然後再過來呢 美國現在呢 已經擺了 我們都知道說 雷根號在這邊 史坦尼斯號在這邊 雷根號來了 史坦尼斯號也來了 而且就更知道它的配備 其實史坦尼斯號呢 才是真正美國這二十年來 每次作戰 不管是威瑟北韓 在波斯灣 真正的主力的作戰戰艦 所以這一次呢 史坦尼斯號開進來的時候 從四月開進來的時候 美國還給它取了一個翻炮 它配了兩艘飛彈驅除艦 兩艘的那個 一般的驅除艦 是 叫做第三航空母艦作戰群 所以它用的是作戰群的這個概念 它是一些是作戰的概念 它上面呢 配了大概97架的飛機 是 除了超級大防風F-58以外呢 寶傑 它除了超級大防風 上面配的也是 AM-9和AM-120以外 它呢 還有配了呢 一個戰鬥中隊的 叫做S-3 北歐海道反潛攻擊機 什麼叫做反潛攻擊機 這反潛攻擊機呢 它一飛的時候 它作戰半徑是3700公里 整個它在這邊飛出去 它是專門針對 地下的海裡面的潛水艇 然後這個S-3呢 它上面配備的是 2200公斤的 反潛的各種魚雷 各種飛彈 都已經準備在這上面了 而它這裡面呢 它才是真正最強大的 作戰戰位是 它有兩個中隊的E2K 空中預警機 空中預警機 也在這個上面 所以當時它起來的時候 那連空中預警機都準備了 雖然我上面 沒有那個GPS 衛星比較少 我空中預警機 已經準備在這邊了 所以我的所有的作戰指揮 我的海空聯合作戰 E2K 不但有一個 有兩架E2K 兩個中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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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中隊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BA-61 我們上次講過了 徘徊者電戰機 咆哮者 徘徊者 也在這上面 所以它到時候一攻擊的時候呢 是史坦尼斯號 它作為主動的攻擊 而這攻擊裡面呢 我呢 反潛的有了 我的F-18有了 而且我空中的一個 作戰指揮平台有了 而且我的電戰機 也會飛出去 把你給你的所有的雷達網 通通給摧毀掉 所以美國已經做的是 徹底的一個開戰的準備了 所以你聽說 美國不是只有把雷根要弄過來 把史坦尼斯號弄過來 他是把雷根跟史坦尼 變成兩個加強戰鬥群 對 它叫做作戰群 然後雷根號呢 目前只是一艘配著一個配屬艦在旁邊 當然它下面一定有那個海狼級的潛水艇 但是配屬的雷根號呢 目前呢沒有積極動作 等於是我是一個後備的總預備隊 總預備隊在這邊 而中指揮呢 也不是他們兩艘 藍領號 早就已經從日本那邊出海了 真的假的 已經在那個蘇比克灣那附近了 也就是第七艦隊的旗艦藍領號 都來南海了 對 都到這邊來了 所以美國其實已經擺得好了 然後呢它的P37 P8A 在克拉克空軍基地 隨時可以起飛 而P8A呢 直接是有反潛魚雷的 所以它不是只偵測到 你下面有潛水艇 我照樣是可以打你 那中國呢到現在為止呢 它還是一步都不能退的 因為它把它的三大艦隊的主力戰艦 全部都放到南海了 中國不但是把三大艦隊的主力戰艦放過來了 它在這邊呢 也部署它的一個南海鐵三角 什麼叫南海鐵三角 就是第一個呢 它在山雅灣基地呢 山雅灣 下面整個呢都挖空了 不挖空了呢 至少現在被外表可以看到的就是有十一個隧道 裡面呢是核子動力潛艇 通通可以藏在山雅灣的下面 對 然後這一次呢 它不是演習的時候軍演嗎 把那個可以長城攻擊的 而且可以發射反潛飛彈的 音級12 那轟6K嘛 然後寶傑 轟6K呢 其實它的永新島 它已經挖了 做了3110公尺的跑道 這個是做什麼用的 就是轟6K呢 不是到時候從中國本土 是 遙遠的飛過來 它在永新島這邊 就已經完全的準備好了 我們看永新島就是 整個從 整個山雅灣 從海南道 到整個南海 最重要的中繼站 對 這個中繼站 它這邊為什麼會有一個 3110公尺的跑道 它當然就是轟6K 這樣大型的飛機 就可以停住在這邊了 所以你美國的艦隊來了 它的轟6K 它的音級12 是 也已經準備在這邊了 然後它這次演習的時候 也擺了很多的 海基的 就是艦基的那個防空飛彈 然後紅旗9 紅旗16對不對 那個防空飛彈 但是呢 在永暑礁這邊呢 布滿了雷達在 然後彈藥庫 以及是 紅旗9陸機的 都放在永暑礁這裡了 我不是只有在永暑礁 配備了一個 三千公尺的跑道 在永暑礁這邊 我有油庫 我有彈藥庫 甚至我連飛彈基地都有了 對 紅旗9的基地 就放在永暑礁 然後接下來呢 它的鐵山腳完畢之後 它其實中共 也已經在做準備了 黃岩島 黃岩島 你現在這個 海牙說要歸給菲律賓 中國當然是不可能承認的 所以呢 他們的船艦 還有各種準備好 黃岩島這邊要建機場 就有一個庫 就雷達戰 中國呢 也把這些被配置好了 所以到時候中國 會不會硬生生地 來搶上黃岩島 開這些東西 也是一個要觀察的點 所以你說 從永興島 到了永暑礁 再到黃岩島 這鐵山腳 中國是非要不可 中國也非要不可 但是卡特呢 也在那個 相格里拉會議之前講了 黃岩島就是一條紅線 你只要敢在黃岩島裡面動工 美國必要開戰 所以你看到雙方現在 其實都是做好了 一戰的準備 好 那學 我們之前談過到在太平島 居然突然多了一些 這種奇怪的小破塊 其實台灣後來 就當沒這回事了 沒有再報導了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就是 沒有想到 中國大陸大幅報導 他把你到底有什麼樣的功能 你到底要做什麼 你到底要增防什麼 都已經弄得一清二楚了 是的 鮑姐 他們特別製作了動畫 描繪了太平島這邊 這四個掩體 如果置放了先進雷達之後 他的管轄區域有多少 你說這個是大陸的動畫 第一個 六十四公里 就可以少到 蛇壁礁 是否有敵機當空 或者有敵機體飛 永暑礁 185公里也在範圍之內 而且這訊息可以即時透過衛星 回傳到橫山指揮所 進入中華民國國軍的 全面軍事通報的網路裡面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中國那邊說 別小看這四個掩體 這四個掩體 可以讓南海的所有動態 盡收中華民國的掩底 也就是他們對付越南 最重要的紙幣礁跟油塑礁 甚至講說油塑礁是定海神針 沒有想到中國的定海神針 它的一舉一動都在我們太平島 這個偵測範圍內 是 寶傑 因為這一套雷達系統 如果安裝進去之後 如果油塑礁定海神針 有任何的飛彈發射 都在預警系統的範圍裡面 你看就像這個動畫一樣 當它把訊號跟任何的蛛絲碼機 傳到衛星 就直接進入橫山指揮所了 而且你看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在中國的媒體所公布的 是 他把我們的阿兵哥 把我們的橫山指揮所 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我覺得我家就住在橫山指揮我旁邊 依法你是不能夠在要塞區 進行拍攝的 結果在中國的媒體都出來了 是 所以換句話說 中間一定有人違反 要塞堡壘法 否則你不可能取得那邊的畫面 來合法的傳遞 連台灣的媒體都不行 對啊 那個畫面是我從來沒看過的 沒想到那個是橫山指揮所的畫面 而且再把說 進到香港有一個神秘電話 更讓我毛骨悚然了 是寶傑 而且更重要請你注意一下 橫山指揮所的畫面 他竟然從 有從內往外拍攝的畫面 也就是我每天經過那邊 我只能從外面看進去 但寶傑這個從憲兵背後 看出來的畫面 是從國王國後門直接拍到 橫山指揮所 而那個角度 是全天候有衛兵 不能讓車輛停留拍攝 畫面怎麼取得 本身就有很大的挑戰 所以原來台灣自己還搞不清楚 或者沒有什麼興趣 你看中共已經把你摸得清清楚楚了 是 所以甚至坦白講 這一次的貨輪從高雄出發之後 進到香港那一通檢舉電話 到底是誰打的 是台灣的知情人士 還是香港當地的居民 這不禁引起大家無限的想像 通日之間有一個非常微妙的變化 安倍跟習近平的見面 一開始在2014年的時候 兩人的臉很臭 到了2027年開始兵容 到了2018年兩個人開始 等於說是微笑的握手 感覺雙方要強化他的關係 但對日本來講 有一個地方他絕對不能妥協 這個地方竟然是南海 因為我們知道在二戰的時候 就是因為在南海這個地方把所有的 運輸艦全部集成 讓日本完全沒有能源 所以只要南海被敵人控制 日本的能源線就會被切斷 所以現在出了一個非常怪的新聞就是 日本居然派了四艘艦艇 一艘潛水艇進到了南海 做一個絕對機密的操驗 抱歉 我們要特別講 我們正當以為中日之間關係要 建區友好的之後 朝日新聞忽然報導 海制機密訓練 也就是日本的海上自衛隊 竟然在南海進行極度機密的訓練 而且更重要的是 這不但是敏感海域 而且他們施行是 機密的潛艦偵測跟獵殺演習 潛艦 我們這樣講 這一次他們派去了海上自衛隊 是一個黑潮機的潛力 你跑到南海去 對 一路千里迢迢從日本開到了南海 爭議海域之外 也就是不在中共建這個島礁 加強防衛的區域之外 但問題是他的演習非常敏感 你派了潛艦進到南海海域 而且派了驅逐艦 甚至是準航母加賀號 到這個地方 你仔細看那個照片 這完全是對潛水艦的偵測 聲納投放的演習 所以我的反潛演習 反潛訓練跑到南海去了 抱歉 這有兩個 讓中國跟周邊的區域擔心的地方 第一個 你在這邊實行水下訓練 表示要摸清楚我中國 在整個南海地區 我潛艦出了管道 跟一旦有事的時候 我如何日美協防 在這邊攔截中國的潛艦 因為我們可以講 就是在南海這個地方 他的水文 他的很多的資料 跟其他不一樣 所以日本要把這個地方 給搞清楚 也就是未來 他有可能在這邊 來抓潛水艇 有可能在這邊進行反潛 所以他現在派部隊來演習了 抱歉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今天派來演習之後 對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是你黑潮級的潛艦 竟然在我南海海域底下自由運動 那如果意外偵測到我的核能潛艦 或是導彈潛艦的話 到底接下來要怎麼辦 所以我們要特別講 這一次他們的區域出發地方 是在海軍的無基地 也就是廣島縣 還有佐世保基地 派出來的是閃電號 兩月號跟我們之前講的 準航母加賀號 更重要的是 是導彈驅逐艦 抱歉 這個是導彈驅逐艦之外 還有直射 我們之前說F35 只要在改裝之後 就可以在加賀號上面進行起飛 他一路從武港基地出港 其實我們看到 他真的是千里迢迢的 經過了台灣周邊 然後到了南海 就在這個區域 在西沙群島 在菲律賓之間 跟這個海域進行演習 寶傑 我們這樣講 他走的路線完全是 將來台日合作 跟美日合作的路線 他走這邊 穿過巴士海峽 進入九段線 在這一個訓練海域裡面 做模擬 而模擬的正好是 中國最痛最難過的 在我的國境領域裡面 進行潛艦的偵測 跟潛艦的逃竄跟獵殺作業 因為我們看到 在二戰的時候 日本很多的漁租艦 他很多的郵輪 就是被美國的潛艦 就在南海這個地方 一艘一艘的浮擊 一艘一艘的集塵 我要確保 我這個地方的航行安全 我就要在這個地方 非常熟悉 我的反潛作業 寶傑 所以除了反潛作業之外 金蘭灣也就是越南 最大的軍港 黑潮號也會特別前往 停泊 等於是他們第一次的日月之間 這麼密集的合作 中文字幕典 兩次星期間 在三次星期間 我們來三次星期間 我想像建築 這一星期間 我們來三次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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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三次星期間